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艘船上 住着一只老鼠 它只关心自己 从来不关心别人 归我了 老鼠总是这样说 它喜欢什么 就偷什么 如果你走近它 它还会咬你的手指 有一天呢 它的船沉了 归我了 老鼠说着 爬上了它找到的最好的一块沉船碎片 老鼠被冲上了海滩 一个小女孩也被冲上了岸 它的手里 拿着一个苹果 哎 归我了 老鼠说着 抢走了苹果 妈妈 妈妈 小女孩叫着 朝大海走去 我要是你 我可不这么干 老鼠咬了一大口苹果 你会被淹死的 小女孩继续走进海里 我只管我自己 我才不管别人呢 我是不会救你的 老鼠继续说 而小女孩继续朝海里走去 海水没到了她的肚子 没到了她的肩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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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走吧 淹死你好了 我才不在乎呢 小女孩整个儿没入了水中 咳咳咳咳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让老鼠大吃一惊 它跑进了海里 费尽力气把小女孩拖上了岸 当然 老鼠也昏迷过去了 当它恢复体力的时候 小女孩已经把整个苹果全吃了 连果盒都没剩下 一只蝎子在这个时候爬了过来 小女孩拍着手叫 来 来 我可不会那么干 老鼠又说 蝎子会盯你的 然后 你就别想活了 小女孩可不管这么多 她朝蝎子爬了过去 我 我刚刚救了你 你却把整个苹果全吃光了 你以为 你以为这次我还会再救你吗 可是小女孩伸手去够蝎子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老鼠自言自语地说 冲上前去 虚赶着撕咬着 硬是把蝎子给赶跑了 老鼠看着小女孩 小女孩也看着老鼠 哎 归我了 你这女孩 归我的了 从此以后 老鼠开始照顾小女孩的生活 他甚至为她吃饭 和她一起玩 晚上 他挨着小女孩睡觉的时候 睁着一只眼睛 以防别人偷走她 啊 小女孩可是她偷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呢 嗯 她是这么想的 有一天下午 小女孩睡着了 老鼠在旁边看护着 这时候有一群人走了过来 他们查看着岸上的沉船碎片 其中一个人就是小女孩的妈妈 她正在找 对 她正在找我的女孩 老鼠想 她要把她给偷回去 老鼠一动不动地看着小女孩的妈妈 她正朝这边走来 别想夺走她 老鼠想 她是我的 小女孩的妈妈从老鼠的身边走过 老鼠看着熟睡的女孩 唉 我把你偷来 但你是属于你妈妈的 这时候 老鼠轻轻地咬了一下小女孩的手 小女孩疼醒了 她哭了起来 她的妈妈寻着哭声跑过来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你在这儿 天哪 我找到你了 妈妈妈把女孩紧紧地搂在怀里 亲吻着她又哭又笑 小女孩的妈妈就这样把小女孩带走了 老鼠被留在了那里 她看着小女孩走远了 她是她偷过的最美好的东西 现在她把它还了回去 她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从现在开始 我只关心自己 再也不要管别人了 但是 一切都不一样了 小女孩拉着妈妈回来了 因为她要把老鼠带走 然后他们就坐上救生艇 想幸福的生活 驶去 这以后 小女孩开始照顾老鼠的生活 你们说 幸福的时刻是从哪里开始的 一场小小的经历 不仅让小女孩重新认识眼前的老鼠 也让老鼠重新认识了自己 当一只老鼠能够勇敢自觉温柔地 担当其保护他人 关爱别人的责任时 她就不再是一只平庸 自私和渺小的老鼠了 好吧 这个故事告诉你 一只老鼠也可以变得伟大 所以说 幸福的时刻是从哪里开始的 一定是从你乐于关心别人的时候 那一刻开始的 我们下车的背景 感谢观看